其實簡報內我們又有犯罪專案 但專案其實已經公開了 所以大家可以拍 然後我大概其實 我剛剛看了一下 其實應該是說都可以分享 我已經是把這些機面拿掉了 所以還好 但大家如果想聽機面的話 可以直接問 我們錢的部分之類的 OK 好 那還是不扁足先介紹一下 我叫思汗 然後是GrooG的導演 那我們過去做過蠻多的品牌 像是Line Tenzone Baser MX3 然後寶石街 迪士尼等等 那除了做了很多次的動畫之外 我們也去擁有很多的獎詞 比如在Adobe 跟Apple的獎詞 然後甚至我們之前在 松菸有辦的PGF的國際教育的年會 大概一千多人 所以其實除了原本的設計之外 設計活動教育這一塊 其實都是我們的一個伴奏 OK 好 那公司我就先不知道 因為我們公司有修圖 大家可以直接搜尋GrooG 找到公司的官網 上面很多的行銷跟設計的專案 大家其實搜尋找到處 今天把時間留給更重要的後面幾個部分 那以往 因為以往我們在做這種 一般廠話 絕對是講個眼鏡 但在做各位大家都在做 直接調商業應用 直接調所有初階班 直接到高階班 OK 好 因為為什麼講商業應用 其實我想大家最感興趣的 一定是這個部分 再怎麼焦慮 也都沒有什麼好感情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他什麼應用 那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在做 比如說像演唱會 或者很多的展示 他們都沒要去算 相信大家網上可以看到 非常多這樣的應用 就不贅述 那因為去年算是畫質沒有好 今年其實隨便做都比這個更厲害 可以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眼鏡 然後當然在網路上也有很多 比如說大家應該也看過 很多日本網路他們會來去算 那除了文字的部分之外 所有的不片產品 都是要去生成 很多這樣的應用 所以大家也開始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想像到這個 以前你需要畫很多程去做的話 因為現在他們真的是一個建築生成 你甚至不是攝影師 不是行銷員都可以很快 去產出這樣的不片 那文字就像剛剛Kavin 跟Eason的簡報 你可以用AI去生成 所以去寫文案其實很難 甚至像剛剛很多人 已經會用Canva去做簡報 去做折疊 所以現在這個門檻降 非常非常低 任何一個沒有程度 或是沒有這個基礎人 其實都可以靠這一工具 像GPT或Canva 將方便券生成 快速去產出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件高階的事情 因為以往很複雜的成績 現在其實很難可以做到 然後當然像我們社團上 這也是我們社團友 去分享一些應用 那他們其實就是用這個 他們不是用明確點 他們是用StableDivine去算 所以他可以去控制模特兒的聯繫 更加的穩定 然後比如像這個StableDivine 他們家裡已經有做了Ctrl-Net 所以你可以請他去擺書 你要有動作 然後中間可以換成你們的產品 所以像很多這樣的服裝背景 以前如果你要找一個Model 都非常困難 甚至像前幾年 我們幫客戶做一個專業 就是虛擬偶像 那當年我們的做法非常複雜 是用3D去做掃描 介入等等 但如果你現在要做一個虛擬偶像 太簡單了 就是生成圖片 轉型3D Read it 然後產出你要有一個做Mail 長期 生理可以去控制的 我想說時間怎麼已經擾了 為什麼要講試文怎麼看 時間過真快 感謝大家 謝謝 OK 所以這個部分很有興趣 就是我相信應該像很多品牌 其實都有慢慢在打入虛擬偶像 這一次 我們當年做一個虛擬偶像 真的非常非常的燒錢 但如果他現在找我吃 可能10分之一的價格就做到了 就是滿地價的東西 這類的應用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一些跟你們產業有相關的 可以來玩一些有趣的東西 工商時間 然後其實你在網上有非常多應用 其實就不只我推薦 比如說像 博太他們也去做一些行銷的貼文 然後像前陣子 我覺得這個案例蠻好的 是他們其實就是把行銷跟產品做結 然後他們的玩法是 你去找找看其中哪一張圖 他們是真人的 那很明顯 你右下角就當其實真人 因為他們有放出產品logo 確實 目前如果你要做所有的應用的話 AI要把產品logo 置入這件事情 對 海燒人來做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麼快的實驗 對吧 然後這個當然我蠻有趣的分享 因為在中間很多人都做行銷媒體 所以我們就分享這個 我覺得最具代表性 近期我覺得打AI玩的最好的打品牌 應該就是可可的 他們推出一個Real Magic的計畫 然後講他們用AI去生成他們這些產品 在他們合作整個行銷的團隊 所以如果你是行銷人 或是在做品牌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我不是把DQ的穢ам也不看 但空間公司在本地上 但我AĂ沒什麼 太閒的 我不能用 反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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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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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可口可口的沒有贊助本活動 但他們這個做得實在太好了 所以還是要分享一下 那我特別講這個專案是因為以往我們在做很多行銷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什麼叫做UGC 就是去用內容去產出很多的共創內容 以前在做這件事後成本非常高 然後你需要耗到很多人力 然後它會有一個有限 比如說我們如果讓用戶去打到特製化的內容 讓它去主動分享 分享到Ig 和大家的Line 這個成本非常高 你需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現在其實因為AI的生存度產生 它讓很多事情變得更簡易 然後我覺得他們很聰明的是 因為畢竟很多人現在在AI的討論上 其實是版權問題 可是它等於是 我用我的平台 用我的產品 然後請所有人去共創 所以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它的版權問題 其實就相對內容的爭議 然後他們用土庫 一定也是他們自家的部分去產生 所以我覺得那種說 把它其實很好解決掉 現在在討論的版權爭議 或是所有權的問題 然後讓大家去更了解到 AI的正面的使用 它不是只是負面跟超級正式 所以我覺得有一間大公司去開頭 去做一個這樣的示範其實是好的 那我自己會希望證明之後 它可以慢慢的也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可以把這個的東西去擋 因為AI它並不是只是拿來 取代設計之後創作的功能 它應該是有更多正面的用法 所以這也是我現在在目前 主要推廣這個方向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 因為我知道大家欄可能想今天也乾過 所以就分享一下我們公司的 商店的美販利 對吧 私下的創作部獎 因為大家已經想到今天是比較實際的 那我分享的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棉豆腐這一組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前陣子 因為棉豆腐也是我們長期的一個客戶 然後前陣子我們其實就有跟他 那時候說AI剛起來 然後就覺得好玩 然後我們說 那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創作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算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以他們的產品 棉豆腐 那我們都會讓算了很多 比如說有科技感性 等等 然後最後客戶選幾張 我們那時候大概出了二三十張圖 其實你說很費時間 也很好就出一堆股 然後請客戶選 客戶說不喜歡他們 然後就這樣出 然後就是我家一個人就花 也沒很多時間去完成 那當然中間怎麼去下關電視 確實比較創意 然後他們也希望看到點 不是只是好看 怎麼去採取他們產品特色 讓大家引發會性的效果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去手做一些討論 然後後來這張圖在網上 反正也不錯 因為很多他們甚至有下廣告 然後我覺得看一下下面廣告留言 大家其實反想都蠻正面的 因為他有一種很信任的方式在溝通平台 然後他當然一百里太高 不是真實的產品 可是他去溝通到了很有趣 讓大家感受到平台的特色 分享溝通的事情 比如說跟躺在鬥群上舒服等等 所以我覺得 其實整個下來的討論是很有趣的 然後客戶的成效跟消費者 都是滿意的 對 OK 所以這是一個滿成功的案例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比較大型的專案 叫IRX 也是我們前陣子 他們是一個做貼紙投資的機構 然後那個時候是他們的 我們一來收到的需求 是他們的整個品牌 比如LOGO的部分 他們的LOGO長這個樣子 那你會看一說 他們的LOGO其實是用一個經濟廠 就是財富的經濟廠去組成的 然後比如說 為什麼經濟廠要象徵財富的擊殺城堂 然後LOGO中有一個人字 然後再來旁邊的IRX 那一個死代表他們十倍的收益 所以我們得到這樣的需求 那當然還不是 這個專案最難的就是 他們除了上面幾家LOGO的硬碟 而他們的Slow本質 他們要中西元素的結合 要金木水火土上 10%利息10倍收益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高端精品等等的關鍵字 那種精品寶寶寶的東西 然後再來他們強調說 視覺只能有金色白色跟紅色 不能黑色 因為如果你去網路上找這種金色搭配 很多時候都是黑色跟金色 象徵貴旗 他說不能有黑金 因為我們是做金融產品 所以黑金是負面食 它不能出現 可是你說網路上搜尋都是黑金 都是黑金色配色 就是佔九層 所以就很頭痛 因為你這樣找到很好參考不便 然後下面就是它的需求 其實都是很困難 就是你光要符合其中的條件 就很難 然後它還提出了很多天馬行購的東西 是你網路上找到參考不便 OK 所以我們後來怎麼解的 我先給大家看影片 然後再慢慢解析 我們是怎麼猜的過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少大概就30秒 看起來很貴齁 好吧 那其實我們在做整端 它其實就是很短的30秒 但它中間其實的話 非常非常都實在溝通所有的細節 所以比如說我們覺得 通常在提案圖 我就先跟客戶講說 根據客戶的需求 先整理出一個需求頁 去聚焦 因為你東西太多 其實很難塞在一個短短的30秒之間內 OK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去定調 比如說主事決 我們就先 這張圖其實我們在第一次提案圖 就給客戶 就是比如說我先用 平卷領去生成一個圖電 當然有發現它跟最終讀長的差很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請教會測客戶的方向 比如說你所謂的精神 你所謂的百分 你所謂的精神 它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前期我就做很多講 我去跟客戶溝通去講 慢慢慢慢貼近到最終的完成的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分鏡 那以往如果大家做過了三億動畫 都知道分鏡是個非常複雜的點 因為你需要先跟客戶溝通所有的文字部分 比如說你要 他們前面講金木水火土 所以木生火火生土 然後什麼什麼 每一個畫面 各項文字 然後文字完之後 你再去畫分鏡 那分鏡以後 他們就先用草圖去畫 畫完之後 然後再去請這個3D設計師 要嘛就是你找一個參考圖 去跟他講說我要怎樣的感覺 要嘛就是你要這種3D做 那以前從文字到分鏡 到這個3D的style grade出來 最少最少都需要好幾天 尤其像我 因為我們大概30秒 大概最後有差不多10幾個畫面 以正常製作師來講 絕對絕對至少需要1到2個塊 1到2個塊都算快 因為你還要加修改時間 就如果你沒有聚焦都很快 然後現在就反覆就完 但大家也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 其實我最後就是 我就先把文字寫完 因為文字 因為文字就是老爺 所以我先把文字寫完 去定義他每一個畫面的物息 怎麼去輪回 然後再來是 我就直接去算圖 就是我第二步就是 直接拿文的文字去來算 然後大量的算 然後去算出上面的畫面 然後你會發現上下圖 其實根本就同組 對沒錯 我就先算完下面圖 然後把它放上去 讓它配白 然後直接加一個鏡頭 去試一個鏡頭 然後這個提案就做完了 然後一樣 我就得把它給客戶去看 那當然客戶也知道我們是有AI算 但是對他們來說沒錯 因為他們要有一次成果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跟客戶先明說 我們是有AI去算 去加速溝通 所以它的流程 會跟以往不一樣 可是最終產出 就會是對方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 就放進去跟客戶溝通說 比如說這個金正塔 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方向的運進 有沒有那感覺 因為如果你以往做過三天的話 你就會知道 就是你如果是參考圖 就是黑白線 客戶是沒有辦法想像到對方的成果 或是比如說 他參考圖 實際做出來之後 客戶就會說 為什麼你這長跟參考圖都不一樣 當然不能一樣 不然就是抄襲還沒有一樣 所以這次以往在三天上 真的非常大成果的不同 那透過三天 你就可以拿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包含像以前 你會提出 比如說他們的水生物 你要在水上開花結果 長出一個金色樹 重圖往上才能長到 如果不存在的 還好有明確定 所以我就馬上算一算 去聚要這些事情 然後最後 比如說他們的金正塔 都要一個森林 然後要去講有趣 跟茂密這些事情 這也是不可能存在一種狀況 所以一定要這麼算一算出來 所以透過這方式 其實就把整門鑽來做完 然後中間當然也是有修改 可是如果客戶對下面不夠滿意 我就是回去 再按幾下 然後再溜出來 考慮 這是不是你要的 不行是不是 那我再按幾下 其實你要的 按到你要為止 然後直接進 那以後我們在播放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是我需要導演 需要PM 需要分鏡師 需要3D動畫師 才能把整個幫助寫出來 但是文化其實就變成 我一個人把前面全部給做掉 然後等到我把這一份給定好之後 我就再請動畫師把動畫做出來 所以他其實已經結成了 非常多後時間 那以往動畫師在做這件事情上 他們其實也是這樣的 可能是背後 我開始也不知道 往下面走 然後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動態小分 那一樣 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是以往真的是 就是你看 以往會看到中間這樣 黑白的3D動畫 我想本來是這個 真的是沒有人看懂他 所以如果你沒有右下角 這樣突變輔助的話 一個正常的拖 都不能想一想 所以我才說 對於很多人來講 他確實一個主因 是因為對於3D動畫師來講 他不再需要去拆客戶鑰匙 因為他就是照著 溜下來的影片去做 那對於客戶來講 他也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最終放在場前 不用再去幹 對很多的路線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當然實際上 當然實際上 我們在做的時候 也會有點 比如說他的圖 跟最終產出 一定會有很多差別 可是對客戶感出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他只要佔了位置 這邊 這邊 就是 他當然會有差別 可是最終的結果 其實就是跟演出差別 因為我其實選擇 什麼選擇做的 就是你對照看 但是不影響 因為只要概念相同期就好 所以快點給大家看一下 前套對照 就是 對於3D動畫師來說 你只要點到這樣 他直接做出 六下角 所以是完全統統的一個 當然我們也不會直接 演出造作 其實我們在 對於 因為我們省下很多問題說 那你們省下的時間 都拿去做什麼 是偷懶 我們會去花時間 去做一些細節 比如說去定例 它中間的每顆樹 會是什麼 它代表的函藝是什麼 它都會隨便一顆樹 所以省下的時間 它也不會是就是偷懶 而是你可以去把更多的細節 跟函藝 堆加起來 讓這影片的豐富度是更高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專案 第三個專案就是剛剛前面 提到電通那個 對 那時候我們是跟那個 客戶式Lasers 然後主要是電通結場 然後我們那時候跟 沒看見 目前做的專案 然後 因為時間有限 下次可以請他來分享一下 然後可以搜尋這個網址 然後它是全台灣 第一個品牌 加AI 加NFD 的一個專案 現在那個網址應該還上去 所以大家直接說 那個網址 然後應該就可以找到 好像到五月底會 五月底是不是 剩幾秒鐘了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可以先去玩一下 我覺得很有趣 有趣可以再跟大家非常多個專案 好 然後我就先跳下一個 最後一趟 就整個未來趨勢 我剛剛真的都把它講快一點好了 好 就是 呃 前面我們提到很多事情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在溝通電視裡 就是最早期大家學 就是在學什麼下關鍵字 可是你最近發現 欸 GP可以放下關鍵字 然後大家很用 就是下關鍵字 等到後來你發現 其實你已經不用下關鍵字 那你就丟一句 你直接放下關鍵字 最後這叫合併圖片 所以這個演技其實很有趣 就是它慢慢的 讓你解放人類的腦力 比如說最早期 你在下關鍵字要背這樣很多東西 不用擦 我兩個可以傳鍵棒 這個不會閃 這個大家可以直接吵 做些人類的做事 哈哈 哈哈 然後像我教學的東西 其實就會講這些東西 就是譬如說你怎麼去做 其實從左邊的題材 一種下關鍵字 從畫面定調到主題描述 到所有的性感 去下這個關鍵字 讓它打到右邊的小圖 去控制 然後對頭產出不變 然後我教學家的東西 就會講它每一段 為什麼要像這個關鍵字 跟它對畫面影響跟什麼 可是講完是 這是最早期的做法 然後現在我們眼睛到的 就是比如說你講 第二關鍵 第二的圖片 V就是這些版 畫面中的關鍵字 就是分析出來 然後你只要改 改成你樣的產品 我就塞下去你不要東西 嗯 你就可以直接算出圖片 所以現在的 你知道我的教學 要跟它演進去 它越出新功能 我教學就要一直改成 對 然後甚至是比如說 它像Brain的功能 它直接你直接 就是你丟兩張圖片 它直接把你圖片 偵測裡面的東西 直接合併 就是你連輸入 關鍵字 就不用 它是一個非常直覺的方式 就我覺得這個技術眼睛到 我已經跟不上的程度了 OK 然後甚至大家應該也聽過 Auto GBD 就是它就是 也很像是一個 終極形態 就是你跟它目標 要去打擊 它會用各種方面打擊 它會用各種方面打擊 雖然現在Auto GBD 還沒有很成熟 也許再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變得 完全並險階段 所以這可能 也是大家懷笑的一個 最終階段 OK 所以 總結 總結來說是 因為很多人其實就很焦慮 大家通過看我的徒弟很焦慮 我是覺得 我是應該沒人知道焦慮 我主要就是跟大家講說 怎麼去應對這個情況 因為你一直去追尋那個新技術 其實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根本這段話來總結 我的整個簡報面 就是 很多人會去說 像我講的是一個 攝影大師 他針對 他自己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在做創作上 跟攝影有時候是很相似的型 很多人都是攝影師 還滿快的 那他講的是說 這個攝影大師是說 他不是去專門 顧色那些不尋常的題材 而是要將那些尋常題材 變成不尋常的內容 就是我覺得這個點其實 恰恰好講到創作的本質 就是你不是去尋找一些 很華麗的關鍵字 很強的技術 最新的功能 而是去思考創作的本質 怎麼將一個尋常題材 比如尋常喇叭 尋常的音響 變成一個不尋常作品 就是其實我們看到的都一樣 都差不多 可是攝影大師就是有辦法 透過一個普通這樣捕捉 別人看不到那個順便 這東西代表他的觀點 代表他的思想 代表他想要傳達給所有人的東西 而這件事情 才是人類最描述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用這句來講 就是你不用去擔心工具的眼鏡 或是會不會被取代 因為你只要找到這件事情 其實你在任何時間 都不會被取代掉 所以這是一個鼓勵正面的話 然後最後就是大家最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 大家比較耐權會丟 大家可以說 你這個叫我搜尋林思汗 會叫我好友 然後後面不過 用人合作可以被喬 然後這個大家期待的工商 終於來了 然後這是AIGC工作 大家可以拍 然後兩個會丟在這個群組中 對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告訴你說 最終的產度其實不重 重點是怎麼去分析問題 定於核心的環境 就是我認為這才是人類最重要的業 也是我們正在教 就是我們工具也會教 可是我覺得最需要的團是錢 因為這些東西不會被時代取代掉 它不會被工具淘汰 然後最後就是 工商時間 然後跟我說怎麼買課程最便宜 我跟你講 三人同情最便宜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 就是糾團三個人 你去買課程 保證這便宜 因為你算過的 對對對 因為你糾團難度最高 所以我們一定是給最好的優惠 對對對 所以大家跟你救救 應該很容易就救到三個人 哈哈 好 然後最後就是 課程網址大家可以搜尋下面 然後如果論網是 Hence AIGC 可以搜尋更多 然後一樣 所有資訊都會再給大家解釋 所以大家可以換教 我們來講 謝謝